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 什么? 简直是太残忍了 好了,停下,马上带人去解救老百姓 是,等等 你别去了,我们去就行了 为什么? 一路是我们带他一起炸的 就老百姓跟人一起去了 我要去 我也去了 出发 来 走 古正宝 哥 这会儿你相信 我背了一个汗气 为什么抓人 为什么抓人 我给我把嘴闭上 我古墓跟你们说过 谁负责的路段出现了问题 我就枪毙谁 这叫炎作法 还要升级到前后路段的负责人 既然 你们不给我面子 那我今天 就给他们说对不起了 把他两个给我打死 是病 我杀了他 他在做伤害里的事件 我们寡不敌用 出去就是送死 我奶奶就是拼了这条命 也要杀了 小子 没看鬼子汗尖的人数 比我们都好几倍吧 我根本拼不过他们 总给大家撤 走 你们都看见了吧 这就是下车 他们做错什么事了 把他们就都杀了呀 这就叫保甲质 如果你们以后 谁负责的路段 再出了问题 跟他们一样 这就是下车 破甲 老梁 不思量 断枪后门有动静 我早就知道了 今天咱们先放过他们 就算是我古震堂 还他一个钱 以后再想做 那就是刀兵将决了 刀不通 你只能如此 咱们赶紧走吧 兄弟们 团长的事 我今天就给大家一个态度 这个 是我和古震堂 当初结败兄弟时的光宫像 古震堂们背叛了祖宗 投了日本人 从今往后 我韩风和古震堂 割刀断义 刀枪相见 谁要是以后 再给我提补家军 我一枪毙了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哇 鱼汤来了 香喷喷的鱼汤 刚才河里捞的鱼 特别香 什么都别香 什么都别说 先喝一口鱼汤 嗯 很香啊 喝一口吧 喝一口很好喝的 我想一个人待会 好吧 那我放桌上 吃着喝 一会儿冷得不好喝了 先出去了 古震堂搞的这个保甲质 非常阴险毒辣 如果我们继续炸下去的话 恐怕会殃及更多的老百姓 另外 古震堂对我们独立团非常熟悉 如果真面冲突 恐怕对我们不利 所以我建议停止一切行动 重新商量作战方案 不容易 小复怎么样 他还好 给他脸时捐 上级什么意思 这次情况非常严重 上级还没有做成应对的方案 难充 没事 大家如果没有什么事 先散了吧 我知道你扛不住 你后悔了 后悔什么 后悔他那天下山 你没有开枪打死他 我后悔 我没有拦住他 我也后悔 后悔那次在察官 没有拿枪逼他跟我回来 他答应我要回独立团的 我相信了他 如果我是你 我同样也会相信他 爱之深 亲之切 你没有做错 其实我心里明白 他身上有很多弱点 我也明白 如果他不会独立团 这一天迟早回来 只是我自己不肯承认 他是不是 有过你狂白图的事了 古震堂永远是古震堂 从来就没有改变过 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我是独立团的真伪 这一点也永远不会改变 好 证明 以后呢 要是觉得累了 来找我 上次给你那些蜂蜜 花粉 我还留着 没准了 还可以陪你接接闷 谢谢 还是留给小凤吧 他不会比我好受的 你放心 我会好好照顾他的 同志们 同志们 我受中共同江特委的委派 来独立团召开紧急会议 首先 我宣布特委的决定 鉴于原独立团团长古震堂 现已叛命同敌 经中共同江特委研究决定 任命 许平三同志 为独立团 代理团长 古震堂 排列 对八路军的威胁 对保护资源危害极大 所以特委决定 除掉护资党 砍掉小藤俊 执行向日葵计划组绑游戏 冰山指示 这一次 一定要和地下党密切配合 共同完成初见任务 好 请您放心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希望你们 不要辜负组织上对你们的信任 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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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这个陈仪 开口闭口冰山 她是不是就是冰山 现在环境这么残酷 我当组织也有严格的规定 不该问的就不要问了 好 喂 喂 是我呀 还记得我吗 我跟你说 我今天要给你表演一个魔术 你看了以后一定会很高兴的 你看看 看看 你看看 请坐 我跟你说了 我用这个水 把这个纸点燃 你信不信啊 不信吧 你看吧 怎么样 很神奇吧 你笑为人呀 等你精神好了 我就把里面的秘密告诉你 哦 精神不错嘛 我告诉你啊 哎 这个小黑框 叫钠 浴水以后 生成氢气和氢氧化钠 可是这个反应啊 释放出大量的热 让这个纸的温度迅速升高 达到燃点 所以就点燃了 明白了吗 哎呀 你太聪明了 那么简单的问题 你也想不明白 哎 怎么了 谢谢你 我想不太冷 我过的路是他自己走 怪不得睡 该怎么办 这怎么办 怎么够难受 说不难受是假的 但是你别忘了 有我在 根据冰上的要求 我打算立刻成了一个爱沙小组 目标 古震堂 这次任务由我来负责 参谋长 你来配合行动 好 我说正位啊 我现在是代理团长 这件事理所当然应该由我负责 你虽然是代理团长 但还不是党员 跟地下党的联络 由我出面才符合原则 而且 现在形势这么严峻 大营的队伍还需要你来带 好 上级给我们提供了一份草原 大家来看 这个铜江茶馆 就是古震堂经常去喝茶的地方 它位于街道的十字路口 这也方便我们的掩护和撤退 我会在茶馆这一带 安置炸弹 好 另外 这次任务一定要严格保密 不能走漏一点风 小枫 你这是 明天我也去 客官 小二 快招呼一下 来咯 客官 里面请 里面请 先生 请问您喝什么茶 我去护龙饮吗 有啊 请问您是喝新茶还是喝老茶 我喜欢喝老茶 最好是陈年老茶 张先生 你是刚从咱们老家回来的吧 是啊 刚到 你们老家 还要我给你烧东西 啊 收好 好嘞 好嘞 张先生 您慢坐 谢谢 谢谢 杀了十几个老百姓啊 难受了 人又不是我杀的 但是大哥 我觉得这样做有点过 你不这样做的话 那小同俊能信得过我吗 大丈夫做事不拒小姐 又火了吧 你来了 在你边儿呢 我给你帮你帮我 你帮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思琴 你现在没资格这么叫 这是你们的第二套安插方案 是 我就知道 独立团不会放我 你答应过我要回独立团的 该注意了 小童竟都给了你什么 他给了我我想要的 大瑶山 旷迈图 看来那天在查把我对你说的那番话 远迪不上小童竟对我的一些许 思琴 你别不想吧 我们还会像一千年在一起 无耻 我不无耻 我只是 没有你们那么高尚 你忘了你娘是怎么死的 你竟然为日本人卖命 黑幕 会杀了他 你开枪吧 你开枪吧 死在你的墙下 我不愿 开枪吧 怎么 你舍不得了 不 我舍得 我这辈子做的最大一件错事 就是从来的你 我恨你 你快走 出了这个门 你以为兄妹情况就进了 小枫 你怎样死了 我叫你这一个妹妹 叫你这一个欺人 小枫 你跟哥干嘛 在独立团 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了 闭嘴 从今晚后 你没你这个哥哥 小枫 走啊 让你这一步 走啊 小枫 小枫 人 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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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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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把两个带走 快把两个带走 走 上 不上 给我打 你给我打 我都想要 给我打 快 停 快撤 别急 快撤 我们掩护 撤 快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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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踩住我啊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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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继续住 大哥 大哥你死了你啊 大哥 你继续站住啊 大哥 快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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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撤平开招 这儿子都来不及了 干什么呀 停车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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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陈先生走 有没有护 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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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姨 你还好吧 我 不行了 四季 半个 冰山 半个 懂吗 陈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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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掉这最好的医生 要不请一切代价 救护古玄藏 是 陈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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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睡这哪样吗 我真的很便宜 枪打得很专 擦得心脏队 要是再歪半部分 我唯你的是首席的结果 病人现在也脱离了身体危险 但他伤得很够 瘦了好多的血 你直居 你必须救护他 要不我杀了 是 我这辈子做的最大一件措施 就是从来的你 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还活着 你失望吗 都怪我一时心软 没有一枪打死他 还有小凤 我真不应该听你的 呆呆启启 这个决定我也不错 毕竟是兄妹 算了 昨天一进他的注释回舍 我就意识到 我们这次按扎计划要失败了 我们这次计划的如此周密 可是他们还是提前知道 小凤军的消息实在是太灵了 难怪地下岛要临时通知第二计划 只有这样才可以躲过蝙蝠的眼睛 好好你早知道通知之后 在第二暗杀地点安置了炸弹 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被小灯去医网打击 会是谁泄露出去的 韩芬不知道这次人物 宋万家 你也不可能知道 不可能是胡椒胡 此时之中 他一直在我身边 只可能是一个人物 不 不可能是他 正妹 你怎么了 又不舒服了 那也是 给你回房休息吧 好 再出去说 带财文啊 这姑娘这个病啊 是旧病复发 估计 光喝汤药是不行了 那怎么办呢 要不这样 我带她到山下的长远镇里 看看大夫 要也该让她下山看看的 那好 我去了 当家的 这次刺杀我哥 是我犯了错 都怪我 没事的 我们都不怪你 走吧 姑娘 你这时候是不是特难受啊 让难受咱就歇会儿吧 我还行 歇会儿 歇会儿 歇会儿咱们再走 慢点 慢点 姑娘 这以后再遇上事啊 别太上火 昌岩说得好啊 车到山前必有路 没有过不去的火炎山 你说 你说 为什么只有孙猴子能过火炎山啊 看上火炎金睛啊 走吧 你行吗 走吧 你慢点 四伯爹 侯振堂一直火炎 到现在还是没有心 让他睡吧 实际上他什么都明白了 四伯爹 我不明白 我们让他去冒险 还费力的抢救他 到底是为什么 难道你能看出来 孙猴子虽然头伤了我们 但他的心并没有完全规矩 他和你当有着千丝万余的关系 对不这样的美 我们要给他下家人混合 让他的国旗化成 只好 我一直以为是诸事回首的干手的问题 原来 是您给他们的可乘之计 他以为 跟独立方朝廷说再见了 我知道 那两个女人突然心杀他 他的兄弟也不会轻易开枪 变故给了他一枪 那会打枪 他对独立方的最后一点问题 四伯爹 作为一名帝国的战士 我有勇猛 现在 越来越佩服您的智慧了 这大夫跟你说的话 你都记住了吧 我都记住了 你得按时吃药 如果你要没时间 我就帮你老婆一药 不用了 我自己能应付 这走了半天 我是口渴了 咱借点水喝醒你 行 马太太 走渴了 想借点水喝 好 那你们坐吧 我去给你们倒水 麻烦您 谢谢 谢谢 孙叔 刚才那个女人您认识啊 不认识 你认识啊 曾经见过 他来过我们独立团 应该有印象吧 他是什么时候住到那个地方去的 应该有些日子了吧 参谋长说 是他让您把药卖到了药店 孙叔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们的调查到底进展到了哪一步 你这个你得问参谋长 是 许平山吗 众位 下山了 你们聊 那我先走了 我下山招了两步中药 这三沙行动失败了 我呢 想着急开个会 重点研究一下清查内间的问题 你觉得怎么样 行 我没意见 好 同志们 因为古震堂的叛变呢 我作为代理团长 主持一下会议 首先我提出几个问题 暗杀古震堂 为什么会失败 为什么小藤俊 总会提前知道 我们要采取的行动和步骤 为什么这段时间 我们独立团自被受敌 处处挨打 大家都知道 我们独立团有内奸 蝙蝠 但是这个蝙蝠到底是谁 过去呢 我怀疑过贾跃明 也怀疑过韩风 我知道 这次呢 我许平山也成了怀疑对象 因为在事情发生之前呢 只有三个人 知道这次行动的具体方案和步骤 我们怀疑这个 堤防内部 却忘了一个最该怀疑的人 是谁 上次雷震被破解 你们都怀疑过的人 难道忘了吗 董海文 所有的行动呢 他都参加了 该诈死的没被诈死 你不该诈死的 却死在了敌人的枪口下 所以 我认为 他的嫌疑是最大的 你怀疑他是内奸 那有证据吗 有 这个呢 是上次韩营长 在营救何以成的战斗中 捡到的 董海文的护身符 那场战斗结束后呢 韩营长 把这个护身符交给我 韩营长 有这事吧 对 是我交给徐副团长 韩营长 韩营长 董海文 你看一下 这上面是不是你的字迹 这只是我以前丢掉的稿纸 你丢掉的稿纸 同志们 大家看一下 这上面是雷震头的化学公式 就凭这个就足以证明雷震头是他泄露给鬼子的 你胡说 还有个问题 为什么小藤俊 开采的面积这么大 就连过去我们没有听说过的矿 他都找到 这说明什么呀 同志们 这说明 他把矿卖头 也偷露给鬼子了 在团里啊 只有政委 和他知道矿卖头 那难道不成 是政委偷露的 爹 现在我什么都知道了 矿卖头也被我发现了 不可能 不可能 爹 真的 你也不相信 我现在就话给您看 东海文 不说话了 说说吧 怎么回事 我不想骗大家 上次被捕 小藤俊让我喝下了一杯毒酒 其实是一种迷幻药 就是这种药 套出了我的话 还真是 同志们 红口白牙落地有伤 连他自己都承认 矿卖头是他泄露给鬼子的 那难道雷镇图还有错吗 另外 你跟小藤家族 有承计的关系 小藤 贵子也是你放在我 他 就是鬼子 安插在咱们独立团的街上 许比赛你绝口分人 小藤 古小混 你少在这儿跟我发威 上次我说你哥是叛徒的时候 你跟我接 结果呢 打独立团杀老百姓 爱杀你哥的时候 是你放送他的吧 啊 这笔账我还没跟你算呢 你跟我接 这一码归一码 不要扯在一块儿嘛 好 好 那就分开算 我先算参谋长 我再算你独立团 小藤队长 你是想把独立团够垮吗 适可而止 内部不纯洁啊 那才是真的垮了 正位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 你看着吧 大家做什么意见 参谋长带我们逃出火龙高 炸铁路 炸大桥 按说啊 不应该怀疑 但是咱们独立团啊 屡里受挫 死伤很多兄弟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 很有必要追究下去 对不起了啊 参谋长 意见一样 不不对呢 都傻了 参谋长平时怎么对你们呢 他是什么样的人你们不知道吗 参谋长 对不起吗 你们眼睛都瞎了 两下都被捕吃了 我尊重你们的选择 正位 副团长 你们该怎么办 就怎么办 东家长 怎么着 别说了 蝙蝠的事情必须查清楚 你们就当从往查起 好 你既然这么说了 我也不讲 现在我宣布 立刻将东海门关押 查清楚 再定罪 我看你们谁敢动 小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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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造访吗 跑了 你们俩人都别吵了 先把枪放下 小复 听我的 把枪收起来 我说把枪收起来 放了 你们 再走 小复 走 散会吧 韩老三 小复 韩老三 董老文是个啥样的人 你还不清楚吗 你碰觅的是吧 我和董海门一样 不会说话 屁话 你就是放不下段当家的事 你成功想报复 那是以前了 我把胡申福交给许平三的时候 我是想报复 但是你现在和他在一起了 我只想你过得好 我不 artistic Hall 你偷偷有什么 Entda 估计